今個星期,我們都想多說一些身邊發生的事 或者一些微觀察 其中一個微觀察就是快餐店與茶餐廳 為何今天我想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很多意見都說 其實快餐店的價錢是貴 沒有什麼人情味,東西很機械化 比較的評語,尤其是在一些媒體裏面來說 通常是沒有那麼好評的 反過來,茶餐廳很多時,很多飲食的雜誌 或者網站都會找到很多很特色的茶餐廳 或者他們有不同的人情味的故事在裏面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博弈論 就是需要認真地去看這些問題 去了解這些問題,我們不可以人云亦云 周慶,首先,茶餐廳和快餐店 哪一種你幫助得多? 茶餐廳? 那你為何喜歡茶餐廳? 因為今時今日沒有什麼快餐店 你有沒有搞錯? 大家樂大發活,全部都是連鎖 今時今日你還看到很多 以前我小時候通街都在快餐店 但現在只有一些大集團 那茶餐廳可能錯了 快餐廳常來都是大集團的 不是,是小時候很多 是PK了很久之後 大家樂開的時候只有一間 大家樂頭三四年都是只有一間大家樂 那時突然間,好像麥多勞之後 突然間興起了快餐店熱潮 大家做了很多快餐店 PK完一大輪之後才變成美心 大家樂大發活 以前通街都是集牌、集牌很多 你這個說法其實我也認同 因為以前我記得在彌敦島 有一間叫大力水手快餐廳 不知道你記得嗎? 很多大滿官 皇上皇那些 很多快餐廳現在都沒有了 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走到快餐廳 我很少去大商場走到很迫 所以我周時去不到快餐廳 快餐廳很多時候 可能會在一些大型的商場 或者是大型公司 因為那裡有人流 有些大公司要出去吃飯 我都不經過那些 很多時候我坐在茶餐廳多一點 其實你開始離地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你知不現在快餐廳的服務 或者他們的食物質素 其實我覺得有時真的不讓茶餐廳差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老人家 你走進快餐廳 你感覺基本上是很良好 不是茶餐廳是良好嗎? 我就是說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要破舊立新 要真是掌握事實 我首先跟你說 現在的茶餐廳不是一間不好的 有很多都好 譬如我們灣仔下面有一間 不要開名 叫做合蜜那間 挺好的 非常之不錯 但其實大部分的茶餐廳 通常你現在走進去 你想拿杯水拿杯茶 其實有時就不太容易 是嗎? 有時有些 其實灣仔另外有一些 茶還要計算錢 但是你走進去 大什麼什麼 那兩間 其實你說想拿杯茶喝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有沒有幫助 我當然有幫助 那你走進去茶餐廳 我也有幫助 但有時他都說明 喂 你不叫他 他不拿杯水給你 現在很多都 你不知道嗎? 你要節約用水 你真是 另外我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為什麼我想說這個題目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應該 有很多時候 給一些固定的概念 去把自己框起了 就是現在你走進快餐店 你很明顯地 你覺得 如果你說你 原本那一餐 是一個早餐 他比較牛油 你可以不要牛油 可以問他拿個果蔥 OK 果蔥不夠 你問他拿個花生醬也可以 再不是 其中有一間 我不說名了 是有煉奶的 那你可以拿齊了幾樣東西 基本上是那個餐 我見到很多時候 很多人 即是他們 吃一個餐的時候 他們那個選擇其實是幾多的 但你試試 你走進一間茶餐廳 你叫一份多士 如果你問他拿個果蔥 你猜你會 你就已經變成一個占多 如果你問他拿多一個煉奶 就變成 占多貴一點嗎 占多當然比多士 大佬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這些真的 你真的 不要緊 其實 茶餐廳我經常幫襯 尤其是現在多做很多什麼燒 燒美茶餐廳 現在很多燒美茶餐廳 更加幫襯多了 因為想吃燒美飯 燒美飯很少做一叉 你怎樣做都不會太差 茶餐廳我經常幫襯 但快餐廳就很少幫襯 麥當勞我也經常幫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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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快餐廳真的沒有 很多年沒有 麥當勞我覺得那些銷售真的太厲害 麥當勞 現在的問題是 他一打開APP 每天做一些訊息給你 這個餐會有什麼特位 但我覺得有點煩 為什麼呢 他要做的 要有一個二維碼 但他那部機器通常常都做不到 我認為香港人應該是支持麥當勞 因為麥當勞是全香港最大的社旗 他又請一些阿婆 智障 又賣得便宜 以前晚上還給你賣賣 然後24小時那天 他是香港最大的社旗 其實所有社旗其實沒有他做得那麼好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大驚應該支持麥當勞 這個你講而已 我又不是太反對 因為你剛才這個邏輯 我也覺得挺合理的 但我想說 其實我想 所以作為消費者 或者作為市民 很多時候 我們大家看問題也是 未必一定是 一些固有的概念是對的 當然我不是說茶餐廳不好 只不過就是說 今時今日 其實你 有時候你作為消費者 當你走到一間店舖的時候 他的服務或者食物的質素等等 其實都不斷地在變 正如我近來 其實我又觀察到 其實那些財產 以前你有沒有留意 那些傳媒很多時候 都捉一些快餐店連鎖店加價 但是近來是捉少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鬼鬼祟祟地 我感覺上 減得了 減價 而是他不是真的減價 減價 他是出了一些新的餐 而那些餐本身以前是沒有的 譬如現在有些餐 你會有一碟飯吃 加雞腿 那他又賣四十多元 其實我估計 如果四十多元 你有一杯熱飲 加上雞腿 加上飯 可能都沒有什麼茶餐廳做到的 這些價錢 所以我覺得大家確實要做過 尤其是在現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 做過精明消費者 無論茶餐廳也好 快餐店也好 隔個價 覺得好吃的 抵食的 才光顧都未遲 今天和周顯談到這裏 因為原來他是上等人 都不吃快餐店的 拜拜